大家好,又是我们灵规范探索 探索改善人生,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多谢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才有我们 今天为大家探索的话题是 提升自信的秘密,感恩的力量 自信是一种非常关键的资源 它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思维和生活品质 而感恩则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和态度 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和提升自信 让我们一起探索感恩的力量 并学习如何将它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以提升自信心 自信是什么? 它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 而是一种内在的心态和信念 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肯定和相信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点和成就 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克服挑战和困难 感恩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和态度 它能够帮助我们培养自信心 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态生活时 我们会更加关注和珍惜身边的一切 感恩让我们看到自己所拥有的 而不是所缺少的 这种正向的态度和心态会让我们感到满足和满意 进而提升我们的自信 那么如何将感恩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 首先要学会感谢身边的人 感谢他们对你的帮助和支持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道谢 而是要真诚的表达你的感激之情 这样不仅可以让对方感到被重视和珍惜 同时也会增强你自己的感恩之心 其次要学会感谢自己 不要忽视自己的成就和进步 不管大小 每天花一点时间回顾自己的一天 写下几点让你自豪的事情 这样做不仅可以让你更加自信 还能够激励你继续成长和进步 最后要学会感谢生活中的小事 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身边的美好事物上时 我们会更加满足和快乐 每天写下几个让你感到开心和感激的事情 这样你就会发现生活中有许多值得感谢的瞬间 提升自信的秘密就是感恩的力量 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态生活时 我们会更加关注和珍惜身边的一切 这样的心态会让我们感到满足和满意 进而提升自信 让我们学会感谢身边的人和自己 珍惜生活中的小事 从而燃起自信的火焰 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 告诉你一个秘密 只要你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 他们就是能奴役你 这是一个深层的真理 因为当我们过于关注他人的评价时 我们会失去自己的真实性 我们为什么会担心别人的评价呢 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希望被接受和认同 我们希望他人喜欢我们 认为我们是成功有价值的人 然而 当我们过度依赖他人的看法时 我们就让他们拥有了控制我们的权利 我们变得不自由 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 只为了迎合他人的期望 然而 这种奴役是可以打破的 我们可以找回自己的自主性和自信心 并不再受他人的评价左右 以下是一些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这种奴役 首先 了解自己的价值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拥有自己的优点和价值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 并学会自我肯定 不要让他人的意见 左右你对自己的看法 而是要相信自己的价值 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其次 关注内在而非外在 外在的外貌和表现 只是冰山一角 真正重要的是 内在的品格和价值观 不要将自己 仅仅定义为外在形象 而是要培养内在的美和成长 这样 你就能够更自信地 面对他人的评价 并保持真实的自己 最后 学会自我接纳和宽容 每个人都有缺点和犯错的时候 这是人类的本性 不要对自己过于苛求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同样的 也要对他人保持宽容和理解 不要过度批判和评价他人 告诉你一个秘密 只要你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 他们就是能奴役你 我们应该坚持真实的自己 不让他人的评价 左右我们的价值和行为 找到自己的价值 关注内在 学会自我接纳和宽容 这样我们就能摆脱这种奴役 成为更自信 自主的人 只有你再也不从自身之外寻求肯定 那你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当我们依赖他人的肯定时 我们就把控制权交给了他们 我们变得迷失在他人的期待和评价中 忘记了自己的真实性 然而只有当我们停止 从自身之外寻求肯定 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转变呢 首先要建立对自己的自信 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特点 不要依赖他人的评价来确定自己的价值 而是从内心深处找到自己的自信 其次 培养自我接纳和爱护的态度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犯错 不要恪求自己达到别人的标准 对自己保持宽容和爱护 这样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同时 学会专注内在的成长和发展 不要只关注外在的外貌和成就 还是注重内在的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 通过持续的自我成长 你将发现自己不再需要他人的肯定来驱动自己 而是从内在的力量中找到动力 最后要建立支持你的社交圈子 找到那些真正关心你 支持你的人 与他们分享你的目标和梦想 这样的人将给予你正面的支持和鼓励 帮助你坚定自己的信念 只有你再也不从自身之外寻求肯定 那你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建立自信 培养自我艰难和爱护的态度 专注内在的成长和发展 并建立支持你的社交圈子 这些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让我们成为真正自主的主人 过上真实充实的生活 当你真的内心强大且富足的时候 别人冷落你 拒绝你 不回应你 你都不会轻易上升到 自我否定和不被爱这个层面 当我们内心强大且富足时 我们对自己有着真正的自信和爱 并不依赖他人的回应 和肯定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当别人冷落你 拒绝你 或不回应你时 你不会轻易陷入自我否定 和不被爱的情绪 那么 如何建立这样的内心强大和富足呢 首先 培养自我价值和自尊 相信自己的价值和独特之处 不要依赖他人的回应 来确定自己的价值 认识自己的优点和成就 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其次 学会接受和爱护自己的不完美 每个人都有缺点和犯错的时候 这是人类的本性 不要对自己过于苛求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并学会从中学习和成长 同时 培养内在的富足感 寻找内在的喜悦和满足 而不是依赖外在的事物和他人的回应 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学会珍惜身边的小事和美好瞬间 培养内在的幸福感 最后 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 寻找那些真正关心你 支持你的人 和他们建立深厚的关系 他们将成为你内心强大和富足的支持者 并提供积极的影响和支持 当你真的内心强大且富足的时候 别人冷落你 拒绝你 不回应你 你都不会轻易上升到自我否定和不被爱这个层面 建立自我价值和自尊 接受和爱护自己的不完美 培养内在的富足感 并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 这些都是实现内心强大和富足的方法 让我们摆脱依赖他人回应的困扰 建立自己真正的内在力量和实现属于自己的幸福 其实自信就是允许自己被否定 你可以认为我不好 但不代表我不好 所谓自信并不是指无所畏惧 毫无瑕疵 相反 真正的自信是一种允许自己被否定的能力 我们可以让他人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甚至对我们持批评的态度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好 那么 如何建立这样的真正自信呢 首先 学会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否定 不要将他人的意见视为攻击 而是将其视为成长的机会 我们都有不足之处 从他人的批评中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盲点并加以改进 其次 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不要让他人的否定损害你对自己的信心 你是独一无二的 拥有自己的优点和价值 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 并在不断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展现出来 同时 学会保持平衡的心态 不要将他人的否定视为自己价值的全部衡量标准 要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 从他人的评价中选取有用的部分 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成长之路中 最后 建立一个支持你的社交圈子 找到那些真正关心你 支持你的人 和他们建立深厚的关系 他们将成为你自信的支持者 帮助你坚持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其实自信就是允许自己被否定 你可以认为我不好 但不代表我不好 建立真正的自信 需要学会接受他人的批评 相信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保持平衡的心态 并建立支持你的社交圈子 让我们不再被他人的否定所左右 坚定自己的信念和价值 走向更加自信和自主的人生 唯有自信才能得到感恩之力 自信是一种强大的资源 它能够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 行为举止和生活品质 同时感恩也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和态度 它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 增加幸福感 自信是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肯定和相信 它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 更是一种内在的心态和信念 当我们具备自信时 我们能够积极面对挑战 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 并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而感恩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和态度 它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 增加幸福感 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态生活时 我们能够更加珍惜身边的一切 看到自己所拥有的 而不是所缺少的 这种正向的态度和心态 能够让我们感到满足和满意 并带来更多的幸福 那么自信与感恩之间 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首先自信能够让我们 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成就 当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时 我们能够更加认可 自己的优点和成就 并感到自豪和满足 这样的自信能够引发 我们对生活的感恩之情 其次 自信能够让我们更加开放 和接纳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当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时 我们不再对他人的帮助感到威胁 反而能够真诚地接受 和感激他们的贡献 这样的开放态度和感恩之心 能够丰富我们的人际关系 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支持 最后自信能够激励我们去追求更大的目标和梦想 当我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时 我们会更加勇敢地挑战自己 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热爱的事物 这样的追求和成就感能够带来更深层次的感恩和幸福 唯有自信才能得到感恩之力 自信与感恩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自信能够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成就 开放接纳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令激励我们追求更大的目标和梦想 让我们建立自信 从内心感恩 享受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